打开地图一看 94一见到往东去下了一些雨就不见了 95嘛,渐渐往西北方向不见了 96来到台湾附近就不见了 剩下93W 93W比较聪明 他走这条路线就像潜水艇一样 潜在高压之下 上面有开平洋哥 前面有酷热带高压 但是他走这条路线刚好会避过凉高压 不过他实际上西北方向来到菲律宾的东岸还没 这里逐渐会形成台湾状态 虽然昨天形势比较好 今天看的比较差一点 不过还是有机会 EC系统认为他会形成台湾 所以经过巴斯海峡来到香港户心 EFS预测他还是会形成台湾 走的方向稍稍变向台湾 但是来到台湾之后他就几乎不见了 因此这一个台湾系统 是不是能成为9号台湾马岸 还是要值得我们来观察 不过一般气候软家一直 他坚持台湾的机率有点低 虽然有的单位不认为他可以发送南台湾 但是其实他来到这边 即使是台湾应该也是一个非常低 就像一个低气一样 不管如何 他是9低台湾还是8低台湾 甚至只是一个热爱前地区 也会带给这些地方一些雨水 最近实在太热了 随随冷空气来还是雨水来 这种是好事 我们都知道 最近高压系统非常的旺盛 无论是太平洋高压或是忽热的高压 都是非常的旺盛 而且温度非常的高 华中就寂寥41-45度 甚至有人到45度 还是非常的热 台湾只有36度 不过 我们还是希望 93W能形成台风 他慢慢的小小的台湾 来到巴士来家屋进来 下一点雨 给我们凉爽一点 想得大家都欢喜 小台湾没有什么障碍 所以啊 我们希望这个93W能够 结果台湾满足 小小的来就好 不知道各位朋友 有没有觉得这个台湾凉爽很多呢 另外啊 我要讲一件事情 现在肚子很饿 想吃一下馒头 啊 有客人在问我啊 这个馒头的台语怎么讲啊 很简单啊 就是你叫做馒头啊 馒头就是馒头啦 好了 OK 拜拜